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2月1号起使用未认证排气管的汽机车 或者是任意变更 噪音检验合格的排气管汽机车 行驶在道路上防汗安妮 开罚都是6000元起跳 现在可以去验吧 现在如果验的话会 你到时候我们今天开通报单给你 之后你会收到环保杰工 那有可能你就会绝对踩通 金融市政府26号宣布 从2月1号起使用未认证 或者任意变更排气管 行驶在道路 妨碍安妮 防环从3000元增加到6000元 如果是在深夜11点到隔天早上7点 违规的话会加重查处 若车主会改善会加倍裁处 暗次累罚单次最高可罚3万元 为了有效打击改装车产生的噪音 基隆市政府率全台之先 全面调高改装车噪音相关罚环 于夜间时段处12000元新台币 环保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 未经主管机关和可认证之排气管 共同维护宁静家园 基隆市政府从去年11月起 开始执行宁静街坊专案 针对未使用认证排气管车辆 民众环保局进行采除 2023年曾经的通报案件 总共有542件 采除共244件 如今基隆从2月1号起加重罚款 进出全国最高罚金 也将针对民众检举热点加强零件 不让改装车的噪音继续炸街 记者黄少米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后备指挥部 在百福国中举办后备军人 进任即干部表扬活动 由指挥官刘协庆中将主持 副市长邱佩玲与议长同志委 及各界地方的声势都出席与会 感谢后备军人为家乡贡献心力 后备军人进任即干部表扬活动 指挥部中将刘协庆亲自主持 邀请几个界人事官礼 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同志委收邀出席 感谢后备军人长期热心公益 刚刚我在现场我看到台上 非常庄严的颁奖典礼 很感动 国军的战斗力不容忽视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国军 也表现得非常优秀 基隆很开心 有这些后备军人当我们的后盾 永远支持协助我们 我们非常重视 尤其我们消防局常在救灾的时候 最需要后备军人的协助 我们今天来是特地来管理 也来谢谢同时间恭喜他们的 基隆的后备 我想在各个组织层面上 都做了非常优秀的一个辅导干部 那我们在最后最近这几年在全民国防还有灾害抢救 大家都非常有精神战力 指挥官带领的非常好 那我想后备军人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组织 我们未来也在协助推动全民国防 那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 那我代表基隆市议会来祝福大家 尊厂典礼简单隆重 不少地方士生 民意代表都在表明单之中 其实我们后备军人是国家的栋梁 也是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后援支援的队员 所以希望说我们国防部 还有我们中华民国 真的要靠后备军人来支撑这国家的力量 邱佩玲特别代表市长谢国良 感谢后备军人作为基隆的后盾 也期许全体市民支持国军 共同推动全民国防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最近来看现任总统蔡依文 及下一任总统赖清德 共同署名的总统府春联 议员福袋及红包袋 即日起在民进党金融市党部 及各党籍议员服务处限量发送 万无新农 这是总统府农年春联 以农的谐音祝福国人及各行各业 都能万事亨通兴盛繁荣 除了寓意吉祥外 更特别的是 这是蔡英文总统任内 最后一次署名的春联 而副总统赖清德 也是下一任总统当选人 两任总统同时署名 更具有纪念价值 这一次我们在所谓手上拿的 这个春联 那么就是我们 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总统 那么历届以来 那么要卸任的最后一年 所以这个春联是 说起来是极其宝贵 对于蔡英文总统 那么最后一次 我们所赠送以总统的名义 那么赠送的这个春联 万物新龙 那他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天底下 那么所有的万物 那么都可以新兴向龙 所以属于龙年 就是叫做万物新龙 总统府议员福袋 及红包袋也很值得收藏 以议员福袋来说 除了有龙的元素 还可以变成立体化 很适合当做摆饰 红包袋则是前龙头后龙尾 如果好几个红包袋一起摆放 更能呈现出活灵活现的神龙 这个福袋那么正面除了有一个龙的象征 吉祥之外 那么它也可以折起来 然后就放在这个带子上 这个卡榫上 然后就可以放在座椅上 那可以摆着 然后象征可以龙年 行大印 大家都身体健康 那么讨个吉祥 那这个红包袋 各位如果注意看的话 那么就可以我把这个 两个红包袋前后打开的话 就有一个象征一只龙 那么在龙腾挥舞 那象征的非常的吉祥 那么大家会可以这样 这个图腾可以象征大家在生意上 或者在工作上 那么都会很发达 抢手的总统府龙年春联福袋及红包袋 即使起在民进党金融市党部 及各党籍师员服务处提供索取 由于数量有限 想要的市民好朋友动作可得加快 记者张旗滩 金融报导 你有看过猛禽 哈里斯英及红英吗 金融市员许瑞慈 与猛禽一起拍年龄 被形容成美女与野兽 行销金融归关外 年龄将易卖照顾独居长者 和富佑弱士 拍摄年龄写真 摄影师指导知识 但仔细看 主角不只有艺人 旁边多了一只 凶猛的哈斯里茵 你不要走餐员喔 不会不会 真的可以吗 可以 绝对可以 好不容易瞧瞧角度 摄影师把握短暂机会 猛按快门 而地点就在 既有著名的海客馆朝进公园 还有我懂 五汉 六汉 六汉 走 对很好 写真拍摄地点 包括要塞司令部 国门广场及朝进公园 等观光景点 不过要和猛琴一起拍写真 可没这么容易 转过去你屁股就 他屁股 他屁股 不要这样 这样对不对 好 那我转过来 好 好 不用怕 这样很可爱 他其实很可爱 但是 你自己出现 那你要跟我回来喔 摄影师说 这些猛琴身性灵敏 警觉性高 如果没有相处 培养情感 很难和平相处 当我们拍动物 其实都是单拍 那或者是拍模特儿 或者是 人像的时候 也都是分开来拍 那这一次把这样的一个题材 做结合 就是会有一定的难度在于 要捕捉到某一个瞬间 非常推荐大家在春节期间 可以来我们基隆走访 因为基隆除了有一个 非常特色的美食 还有海鲜 那还有这些国际级的一个观光景点 那还有我们刚刚老鹰 其实我觉得他是身为我们基隆市 最佳的一个城市代言动物 个性活泼的议员许悦池 两年前竞选期间 推出了个人写真书 甜美外型 剖受好评 当选之后 经常为了行销基隆观光 在脸书分享讯息 这次大胆挑战 找来了猛琴 合体拍年历 连专业的事主都说 胆子有够大 他当初请那个朋友 跟我联络的时候 我还真的有一点意外 说说实在 原始这么高的美女预言 想来跟老鹰互动 这真的是 也是一种很不错的想法 画面真的是仰赖摄影师的技巧 因为他穿越要拍到这画面去 就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你摆着动作很快 那老鹰飞得也很快 他飞过去大概真的是不到一秒 所以你要捕捉到这个脸在微笑 然后老鹰同时穿越的画面 真的是要仰赖摄影师的技术 那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会在想说 他真的会真实穿越这个地方 还是会先拔我的手这样子 就没有 他就盯紧了他要捕捉的猎物 其实就很精准的穿越过去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被他 就是 确刺到 日前才有民众发现 站在金融一二路上 远眺可以拍出类富士山照片 这个景点一炮而红 现在又有观光严历发行 学词表示 这个意卖所得 将捐给高龄长辈 既富佑关怀协会 不仅能够行销金融 也能够做爱心 记者 黄少民金融报导 副委员长杨秀玉 特地到友锐地区 探视旺年之交 向104岁的黄高妹阿嬷拜早年 更特别送上蛋糕 祝福阿嬷每天都快乐 吉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像小孙女一样 对高瘦104岁的黄高妹阿嬷 又亲又抱 逗得阿嬷笑开怀 快要农历过年了 再加上天气寒冷 吉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到七堵区的友锐地区 探视旺年之交 今年高瘦104岁的黄高妹阿嬷 向阿嬷拜早年 也关心阿嬷的身体状况 更特别送上蛋糕 祝福阿嬷每天都快乐 也呼吁民众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尊敬长辈从小扎根 社会将更祥和 阿嬷 生日快乐 今年104岁 大家快乐 我很喜欢长者 我们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其实我从小就教育 我的孩子 应该要先孝顺爷爷奶奶 所以我的小孩都是跟爷爷奶奶感情是最好的 也是最孝顺爷爷奶奶 从小就教育孩子一定要先孝顺 自己的阿公阿嬷 第二顺位就是我们父母亲 我不知道我这样教育都不对 我觉得孩子 教育孩子就是要先孝顺爷爷奶奶阿公阿嬷 第二顺位就是我 而且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对 然后他又懂得感恩 我觉得感恩很重要 我们今天能够长这么大 都是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所以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也需要我们的爸爸妈妈 养育我们才会长大 这样说过不对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要先孝顺 我们的爷爷奶奶 我希望说 不知道每个爸妈妈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感恩 学习感恩 还有就是一定要孝顺自己的爷爷奶奶 教育自己的孩子 不是只有孝顺爸爸妈妈 然后爷爷奶奶要先孝顺 年轻时自己在有类种菜 在拿到市场卖菜 讨生活的皇高妹阿嬷 二十几岁就开始抽烟 烟龄长达八十多年 香烟几乎不离手 不过因为常年作息正常饮食清淡 虽然年事已高 依然耳聪慕名 行动自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Municipality 芝士 公子 经纪 制作的 要 me 小格 水 主要是一本 我家的一本来下礼拜可我可以帮我们家打扫一下 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吧 请谈哦 副主批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将处于15至75万发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拼雇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及一亲户籍资料证本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立法院去年底三读通过营养及健康饮食促进法 鼓励选择在地农产品均衡营养远离慢性疾病 卫福部基隆医院就公布春节值班便当 教民众健康做年菜快乐饮新年 部立基隆医院副院长陈维达 营养士主任张黄瑜以及营养师林玉婷 拿着各式新鲜蔬菜水果和菇类 展示基隆医院准备兼具色香味又营养美味的 农历春节健康年菜餐盒 除了为基隆医院年菜值班同仁加菜鼓励之外 也教导民众可以依循着三大原则做出健康年菜 也就是第一选择用好的食用油以及天然辛香料来做菜烹调 烹调用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一种富含高单元不饱和脂肪的油脂 例如说芥花油苦茶油或是橄榄油 都是很适合台湾会煎会炒的烹调方式的 那这些好油呢可以用天然的辛香料来进行爆香以外 平常的烹调也可以选择富含丰富的风味的好食材 例如说大番茄柠檬或是凤梨红枣这一种 它们本身都富含有鲜甜的味道 可以为我们的料理增味就可以减少我们高纳调味料的使用量 第二则是善用菇类以及秋葵等作为天然的增酬剂 在过年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吃到一些有勾芡的羹汤或是会菜之类的 这些勾芡的料理都是使用像地瓜粉或是太白粉 这些淀粉类来进行勾芡的 经过勾芡的食物它们的升糖指数也就是GI值会变得比较高 因此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就需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材 例如说像是红细菇金针菇或是秋葵 这些富含水溶性的食材它本身就含有一些稠度 可以帮助我们的料理增稠 就可以减少淀粉的使用量 第三则是鼓励多用蒸烤来取代油炸 烹调的方式油炸的话容易摄取到过多的热量 高温的烹调也容易导致营养素被破坏 还容易不小心就摄取太多的油脂 因此可以使用蒸或是烤的方式来进行烹调 就可以保留更丰富的营养素 还可以减少烹调用油 在点心的选择上呢 除了原味的坚果还有果干以外 还可以选择海苔作为点心的来源 但是要注意哦 市面上的海苔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日式的海苔 是表面比较平滑的这一种 还有韩式跟泰式的海苔 在选择海苔的时候 要记得选择日式的海苔 才是油脂含量比较低的哦 也可以选择三片的小包装 这样在吃的时候也比较好控制分量 一次吃个两三包就可以了哦 基隆医院营养师认为 民众跟着营养师这样做 就可以健康做年菜 快乐迎新年了 另外用这些蔬菜水果来做菜 要怎么样洗菜才能避免把农药吃下肚呢 营养师建议用清水冲洗就可以 不用加盐巴或是其他坊间讲的洗菜 有时候越洗越糟糕 第一个我们选择在地的盛产的 它的相对起来 它使用就不多 那再来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清洗的动作嘛 那很多网络上面都会提到说 用这个用什么盐巴 用太白粉很多 那这是什么清洁剂 其实在我们来讲的话 真正最有效 因为农药有很多种 有时候如果你选择的不对 那它反而跟这个农药有一个不好 这个更密更紧密的结合 反而更让它没办法去冲洗掉 所以最安全最保险的一个方式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说清水 流动的清水 一开始先冲洗一下 把上面的一些沙土啦 或者是一些异物啦 先把它冲洗掉 冲洗掉之后呢 就是流水泡洗 那流水泡洗其实也不用太久 差不多应该十分钟是几分钟就OK了 那要记得哦 我们蔬菜水果在洗之前是不切的 洗完之后再做切口 才可以避免食材受到农药的污染 激动医院进一步表示 争取40年的营养及健康饮食促进法 在112年12月15号 终于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实施 将可以透过这个健康专法 让民众在饮食上更有保障 记者吴俊松 激动报道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十岁咯 管庆活动中贵宾云集 官方感谢一路相挺支持海科馆的合作单位 同时也发布海科馆全新视觉意象 及管庆系列活动 更携手故宫签订合作意象 佛陀纪念馆馆长及基隆子124 助持更率众前往祝贺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十岁咯 在生日的日子里面非常多的友好馆 还有就是学术单位的 跟我们海科馆平常就有很多合作的这些老师 还有各部会的一些长官们 今天也都力领 刚好是切了这个今天的机会 也跟国立故宫博物院也签了一个合作备忘录 那海科馆这十年来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所有的伙伴的一个帮忙 所以让海科馆业务也真正日上 那在这十年的日子里面 我们其实也推展了整个十年的成果展 还有再来就是慢慢向未来的永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也会推出非常多的 包含这个保护保育育种 海洋生物的这一些所有的议题 甚至是研讨会甚至是特展 都会在海科馆这边进一步的去呈现 所以海科馆不只是承袭的以前博物馆的功能 也会迈向未来在前瞻永续这样的一个使命 那继续能够在台湾的博物馆能够发光发亮 那也进一步希望能够航向全世界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有一个这么棒的海洋生态的一个博物馆 管庆活动中特别安排与国立故宫博物院 双方签订合作意向 在教育推广与专业研究一起携手合作 故宫博物院非常高兴可以跟海科馆 历经了六次的合作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那延续我们过去的情侣 以前的合作备忘录那也祝福海科馆生日快乐 管庆现场贵宾云集 佛陀纪念馆馆长也特别率众前来共襄盛举 议长佟子委给予满满的祝福 非常钦佩海科馆的这个馆长跟我们故宫博物院院长 共同来这个合作跨领域来整合我们的相关博物馆资源 还邀请到我们这个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 三馆一起联合来去那个庆祝我们十周年 我想是一个非常有创意 然后非常有新鲜感的一个模式跟活动 我想这个时代呢 就需要这样跨域整合 我想我们所有中央跟地方的资源 大家互相合作 会让我们的海科馆跟基隆市共荣共好 未来的十年 我们也希望基隆市可以再继续跟海科馆共荣共进 让基隆市成为真正海洋城市的代表 也谢谢海科馆 祝福海科馆生日快乐 欢庆开馆十周年 从今天起陆续推出了十大好礼 包括了农历春节展开的 妈祖文化体验及祈福活动 以及每月寿星独享的入馆优惠 一系列的活动 要为大家营造一处国内 国外兼具生态科技环保与智慧的国际化博物馆 丰富多元的馆庆系列活动 都可以上网查询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水扬巴黎餐厅第八年 在农历年前 由餐厅老板苏聪明 免费招待基隆家福中心的孩童们 到餐厅吃排餐 并赠送过年礼物 议长通知委前往支持与肯定 基隆家福中心孩子们 深深的感谢让水扬巴黎餐厅老板苏明聪 和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 是又疼惜又开心 两个人也同时送上苏明聪 准备的年节礼物给孩子们 位在中正区朝静公园里面的水扬巴黎餐厅 扣除中间两年疫情的影响 今年是第八年 在农历年前 由餐厅老板苏明聪 免费招待基隆家福中心的孩童们 到餐厅吃饭 并且赠送过年礼物 因为企业应该是做个社会企业 举些社会用自己的社会 那跟小朋友结缘我是认为最开心的 老板的爱心也让基隆家福中心十分感谢 非常感谢苏董事长这么多年来 都亲自来参与 那餐点他也亲自研究 然后来发动全体的伙伴们 一起来包礼物来做准备 那我觉得他真的充分发挥了社会企业的一个理念 所以他什么都没想 时间到了他就找我们 我们就开始找孩子 那我觉得这种发自内心的一个行动 而不是任何有什么形式上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所以每年这框是我们家福 每年在年中的时候孩子最期待的一框 十年来孩子都长大了 一波又一波的来 他每次看到小朋友就说好可爱 又亲自来送礼物 非常感谢我们苏董事长 谢谢今天的议长的力量 而应邀到现场和孩子们同乐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更是感动和肯定 非常感谢这个苏明冲董事长 长期在这个企业界 做了发光发热之外 也善尽社会责任回馈社会 那今天特别感谢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主任带着我们小朋友 来到水洋巴黎餐厅来用餐 总共有89位小朋友 那刚刚我也听说苏董 特别准备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礼物 这我想这个刚好基隆在寒流 这是成为基隆最热的暖流 非常的感动 而且他的每一份礼物都是亲手 由员工来包装 要送给每一位小朋友 在过年前让大家有一个惊喜 又充满回忆的一个过年 那我想苏董长期在我们基隆市的社会各界 回馈非常多的地方角落 然后回馈需要帮助的人 我想是一个善的循环的代表 我想我们基隆市议会会代表基隆市议会来感谢苏董 然后来为这个社会做付出 我们基隆市议会身为民意代表 也应该以善的循环作为责任 打造更坚韧而坚实的社会安全网 我想非常钦佩苏董市长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感谢苏董 也跟小朋友做一个最诚挚的祝福 虽然餐厅老板已经为每一位孩子备有过年礼物 不过非常疼爱孩子的议长童子伟 还是自备一份礼物 增添光彩让孩子们摸彩 而经过多年的摸索 餐厅也特制孩子们喜欢的排餐菜色 让大家提早围炉吃得开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各饭店及餐厅业者 在春节年前都祭出了优惠 抢供年节生机 经由八斗子知名饭店就祭出了住房 就送出1000元的发财金 还可以用599的优惠价 加勾半只带熬的波士顿龙虾 处理好的软壳蟹 裹上粉下锅油炸 丰富又营养的沙拉 加入软壳蟹 淋上特制的沙拉酱 让民众一口接着一口 软壳蟹沙拉的螃蟹 吃起来酥酥软软软的 那个壳里拌在一起 这个吃起来味道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有喜欢尝试的人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这一道软壳蟹沙拉 我们采用基隆本地的 幸福乌醋去调制的特制沙拉酱 搭配我们本港的软壳蟹 然后酥炸 然后搭配我们简单的 坚果 面包丁 跟杏仁 还有新鲜的地瓜 除了有软壳蟹沙拉 小卷墨鱼面 业者推出这道波士顿焗烤龙虾 经过烤箱烘烤 龙虾外层呈现金黄色 搭配浓郁的起司 口感浓郁 而这一道带熬龙虾餐 只需要付加购价599元 套餐整个set非常的划算 就是我一般餐点1200 然后只要加个600块左右 我就可以吃到这么新鲜的龙虾 我觉得很划算 波士顿龙虾它一只其实就非常的肥美 那我们就是选用半支带熬的部分 提供给客人 让客人其实可以增添上保足感 迎接农历春节到来 饭店大厅装饰的很有年味 舒适的接待大厅 一旁就是饭店餐厅 推出包括成熟牛小排 鲜鱼食书 炭烤猪排等三种套餐 在大片落地窗前 一边享用美食 一边欣赏景色 真的好享受 我觉得这边有山有海 然后我们坐火车 然后又可以看到海科馆 然后非常适合带小朋友过来这边 过年起来的话 我就会出来踏青 然后会到户外一些用餐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话 是用餐的环境非常好 来到楼上的家庭露台房 打开门就是整片的阳台 大片的饮食空间 很适合家庭或者情侣出游 受到国旅和春节旅游需求 饭店的订房率已经来到七成 业者寄出餐厅优惠 住宿还送一千元的发财金 今年住房率呢 其实已经来到了七成左右 跟往年比起来是成长蛮多的 那除了有优惠的房价之外 还有送一千元的发财金 这样子算下来 其实是优惠的将近九折左右 春节的脚步逼近 民众在家围炉之后 业者看准民众走春 旅游商机 寄出了优惠套餐 希望能够抢工 春节商机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从我改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